打頭陣黑,對牙買家 當日氣氛相當好 很多觀眾是替港聯支持而來的 好了,洪森說完,先由李偉倫 扔下間有個球進來 球落高進來,看看牙買家穿黃衣 這支球隊,個別球員的技術是不錯的 好了,我們看看邱偉倫這個球 放在中間,有了吧,T恤哥斯 可惜了,這個球是T恤哥斯 打橫摺過來,頂的時候 剛剛忍著力,向角落頭頂過去 可惜不行 打橫摺過來,設定中間的球 設定不錯 沒錯,設定很漂亮 而T恤哥斯也是從後撞上來 加上坐跑其實挺好 但可惜是撞不中的目標 好了,這次牙買家就來了 拜恩,滑到出來的時候 竟然看漏了這個F太來 打到上半場,還有四分鐘左右 結束了,發定時間 竟然失手了,港聯,可惜了 差了幾分鐘都捱不到上半場 這個也是牙買家第一次在邊線有效的攻勢 第一次在右手邊,成功 刮到出來危險的位置 但是立刻入球 F太來這個球是拿得很盡 拆柱入了,張春暉 飛到盡都沒用了 波皮都捱不到 好,現在下半場比賽 你看看,硬硬加這個進攻怎麼樣 龍門口第一下,高麗露解圖 接著這球球很棒 這個芬里神射過來 可惜那個球剛剛好 是中了一個橫眉,淡壓下去 這個球如果低一點一定入 這個芬里神有大國的經驗 這球球,看看高麗露 插水頂下來的時候 可惜那個球批一批 如果頂高的球是沒得射的 這個球是彈了彈了,真的好射的 當時守門員張春暉 根本沒得救了這個球 原來這條橫眉救了一命 這個球真的好 好,那下半段 這個狂團換了一些人 看看這個球是怎樣 蹭蹭,回到後面 文彼得,後臂入低 這個球漂亮 可惜沒有什麼角度 麥卡倫守門員很輕易托走 這個球如果有些角度 我想就真的會收死龍門 這個球是文彼得一控 網網,立即打 行就夠行的了 但是你看守門員 剛剛在他的頭頂 所以單手把球托走 好,這段時候 港聯都加強攻勢了 看看米露如何扭碌 好,現在看到 雅米家的門將麥卡倫很緊張 為什麼?因為力高射發球 這個球 角度雖然偏左路 但是力高的發球是不頑皮的 右腳一腳一腳,可以中籠 又要勞煩麥卡倫跳 跳妥妥了 再看看 一開始過人牆之後 墜下來 但是角度就不夠邊 角度一個角球回來 李劍王開 蹭蹭蹭到 哎呀 這樣就真是門口有個死雞汁 幾乎 打到79分鐘 港聯就拿到一個很緊要的入球了 如果進不了球的話 就初一球場是0比1的隱憾 現在就租回1比1 賽制就是90分鐘打落 互射12碼 蹭蹭這個球 做得不太硬 但是 大甲甲好彩 做回到肌膚那裡 肌膚然後大腿 他也懶得拿下來了 直接大腿撞過去 剛剛好 看見這個是分理神想說解圍 但是球都經常過了白界 米露天奴域 牙馬加奧運隊的技術總監 結果這場球 雙方打成1比1平手 要射這個12碼 在12碼的決勝階段 頭兩輪大家都入了 去到第三輪 就看看力高射成怎樣 有些疾步 射過來 散中手邊的麥卡倫 用腳擋出來 這個時候 港聯在射4月馬 就是落後了 相反牙馬加的4月馬 其實不錯 球員射得很好 之後 蔣Sir又入了 牙馬加又入了 去到第五輪 如果龐馬這球任 港聯就輸了 真可憐 真是輸球 這球給龐馬射了 你把雙方打算 差點夠了 但考試不夠快 最終是港聯輸球 初四只可以爭貴軍 而牙馬加就贏了 港聯球員 其實今天表現很出色 但輸也無話可說 牙馬加率先打進去 這輛賀水埗的決賽 所以只剩下一個決賽席位 就由中國的國奧隊 和澳洲的奧運隊去爭 中國隊就是穿著一個紅衣、紅褲 連光幕左、攻右 周海斌 這個球就被人侵犯了 沈龍元 犯規的就是史丹利 國奧隊就在進攻路線的右手邊 有一個死球 李薇稍受中間 喂呀 真可憐 擺個老烏 這個是歌夫韋迪 一個右路斬過來的角球 歌夫韋迪就用左腳去解位 其實應該可以是撞出橫邊 或者底線 但是偏偏的就撻 撻就要撻到近處 來看一下 原來不是中腳內盪的 原來是中身頭哥那裡 掌握的時間就較為領小小 出腳 其實這些球很好解圍 包到那個位置 右邊迷來的球 自己左腳 完全是掃把腳腳內降 這樣一撞 就可以很輕易地撞到邊線 結果擺個老烏 幫國奧隊先開紀錄 繼續都是國奧隊的攻勢 周海斌分到過來 左手邊 遇海回後 看到國奧隊很集中 在這兩邊的側擊高空球 但面對著這個 我告了上一刻 見頭的澳洲隊 暫時還未找到什麼甜頭 雖然可以領先 但也要靠別人擺烏龍 剛才看到 就是國奧隊的教練 道高域 落下一球的澳洲隊 看看怎樣反撲 這下佛球 疾了一疾 射出來的效果不頑 但多得這個增誠 將這個是史丹利的佛球 勁射就撲了出去 增誠這球球也很厲害 對,這個球雖然不厲害 但有角度 整個比賽吸引 超過萬四名觀眾入座 表現不錯 國奧隊繼續進攻 在中場 看這個球 宇海指指 真是給到宇海 但這個左腳球員推過來 有沒有機會射?有 終於他也是用左腳射 所以射近處 如果他有右腳 就可以躺遠處 這個球可以說 失説交臂 但剛才交球給他的周海斌 這球球交得很漂亮 給到空位 而這個宇海 因為他剛切起來就拿到了 因為他沒有右腳 所以他迫著整個過程 又推波過去 以致射球也要用左腳 如果有右腳 我想這個球又有機會很高 周海斌今天 就可以在中場打好控制全場 好,沈龍源 在右邊壓著上 隊友指一指 壓在中間 這個球力度不太對 位置不太對 奧球是解圍 但都是落到各奧隊 再扯出來 這個球不太對 沒用 被人撐住 這個球是… 朱婷雖然撐住 但因為有人撐住 沒辦法 看到杜高域 這個教練 在2006年帶這個監俠 打世界杯決賽周 這個球來一個遠射 這個球剛剛高出了一點 看到這群球員都不錯 戴林這個遠射 如果低一點 我想也要麻煩龍門撲一撲 這個球挺厲害的 這個球很厲害 看到小朋友 他拿著那些打氣棒在那邊玩 初一就很好氣氛的 當地球場 雖然就是… 入作那方面 就… 不是說… 未打一半 但始終現在 賀瑞波 已經是成為香港市民 農曆春節期間 一個很好的節目 好,看這個角球怎麼樣 他在那邊過來 落了在姜林那邊 嘩… 真是整個世界球來探望 這球就緊要了 他當時87分鐘 1比0都還未夠穩陣 借號入了這一球 那中國隊以後 決賽都可以說是十拿九穩 那姜林處理得非常非常之好 步了一禁區頂 迎接到第二點 來這個角球 斬中的時候 就是對手批了出來 就是布正的第二點 心口一挨 連續翻步 半摩利 這些球挺難掌握的 但是抽出來的角度挺刁鑽 完全就是去澳洲隊的門將 胡高域的左上角 你看看他只有一個望字 這些球真的應該一看再看 十分之連貫整個動作 心口控,然後翻步 快一下半摩利 沒得頂 這球球十分之重要 贏到了 贏到2比0 那肯定了 那中國隊 可以殺入初四的決賽 那跟拿買家爭 今屆的賀碎杯冠軍 對球的貴軍爭奪戰 就是由這個港聯對澳洲的 那場賽事呢 港聯就 藍牙的球員就是休戰先 那部分就擔任後備 那至於我們看看 澳洲隊 也都有正選的七個位置變動 其中有部份的球員 就是最近歸隊的 看來歷高的球員 很高打下來 一樣是射得妥 那歷高的射射不錯 但是可惜偏偏 就是射馬射失就是他 那澳洲有部份球員 在他們本土 參加完這個杯賽之後 立即趕回來了 所以今天 澳洲的陣容 是比較完整一點的 那看這個球 貝利捷被割了 陳曉浩再射 守門員脫手了 因為見到 泵絲走過來 那打了37分鐘 澳洲先開紀錄 這個球員可以說 港聯的後防 就是有少許失誤的 那當時和仔 想說送個球上去的時候 就脫了 那跟著被人射門的時候 陳大生也是捉不住這個球 這個球和仔送上去 一脫掉了 截敵一拿著 然後轉身 他立即給布利智 那陳曉浩一衝出來 想說解圍 解圍不到 被他過了一射個球 那落地之下 陳大生脫手了 那個球彈 推推出去 誰不知不知 就從後趕上 再轉到角度看一看 當時布利智 如果昨天又解圍到 這個球不用輸 陳大生捉不住 又不用輸 但可惜偏偏一推出去 就被賓絲從後趕上 37分鐘 1比0 那澳洲隊暫時領先 陳大生雖然有一點犯錯 但仍然都… 拍拍掌 繼續鼓勵一下隊友 亦是振奮自己的士氣 千萬不要失信心 上半場就是2比0終結 現在看下半場的比賽 這個球很漂亮 很漂亮的一個組織 但見到奔曹射入了 不慶祝 為甚麼呢 月威 打後鎮過去 就完全看漏了奔曹 再看一次 一打後鎮 那時候 其實就看不完那邊 究竟是否真的月威 就不敢肯定 在這個鏡頭裏面 但都應該好像是 白白糟塔還有一個機會 哎呀 糟糕了 上半場的膝球 就是… 昨天好一錶就錶掉了 現在這個球 又在自己後半場那邊失球 馬馬上被澳洲蓋入來了 好 送來這邊 有 智迪 66分鐘 看這一個是澳洲隊 就是領先到2比0 哇 這一個球 就完全是看到 好有觸覺 不是容易射這一個球 智迪 在鵝眉魚頂那裡 佈著 隊友一比他 他完全都沒有看到龍門 就是靠觸覺而已 左腳一上腳 也是推不上幾次腳的 但仍然可以被他射出 一個這麼刁鑽的角度 這一個球 陳米豪就 立的時候有一點點脫漏了 想說漏後的時候回到龍門 但是就困到自己的腳 終於被人偷掉了 這個球 再看一次 智迪 很黏的腳 立即右腳踏過細步 接著就左腳 拿得很盡 這個球 這個時候也是和仔 退下火線 由這個發圖師入踢 看看是怎樣 李凱強也是出來了 有他在那裡 這些死球真的威脅大 看看 左腳內彎 就是了 兩個後備進來 立即做到事了 李凱強的左腳死球 放得落點非常好 而剛剛入場 沒有我的發圖師 一聲起作軟柱 搞到這個澳洲島的門將 偉拉比完全沒辦法 這個球放完十分漂亮 追成一比二 這樣又好看很多了 剛剛是發圖師被換進來 一進來馬上有機會兼且見宮 這個球頂得漂亮之外 也要稱讚李凱強 這個球放得很漂亮 這個時候是港聯加強攻勢的了 李凱強 這個法律師等等已經入了場了 好了 賽事就是牽涉高潮了 現場的觀眾 一直看見港聯打氣 好了 這個球看見李凱強比得漂亮 哎呀 避過了搜門員出的時候 剛剛好 安基斯想彈上去這個美柱 誰不知那球就是在柱邊出界 真的有點陰功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港聯最重要是不要輸多球 搜門員呢 陳大生厲害 但是可惜了 這個是保重的球員呢 竟然不行了 射過來的就是暴力智 而保重的球員呢 就是九號仔這個華盜石 那就沒辦法了 好了 好, 安基斯 和高竹殺入禁區 先看這個位置 殺 敗家火 奧多這樣去剷掉 安基斯一定是受驗馬 當時球證走過來 也給了一個王牌 是奧多的 受驗馬是肯定的了 當時其實安基斯這個位置 雖然推進去 但是不是直接有威脅 奧多逼他下底線也可以 不用這樣踢下去 一踢完 奧多就抱著頭 知道自己犯下天條了 但是幾乎受驗馬如何 進去的話就二比二了 千萬不要糟蹋這個機會 很謹慎, 踢另一個球 踢上步衝過來, 搞定 雖然守門員 是威拉比捉到路 但是球球速夠快夠行 結果打到八十二分鐘 港聯追回二比二了 二比二呢 那就有辦法了 只剩下八分鐘而已 這個時間追回成員手真的很厲害 再看一次基夫的十二碼 已經是威拉比捉到你的腳影 但是基夫真的射得很漂亮 網仔 在落後兩球連追兩球 那種氣勢厲害了 看到現場的觀眾也在打氣 可惜最終還未能夠反超前 又要射十二碼了 初一的時候 卓卓用左腳射回自己右手邊 這次又是 人家抓到你了 人家都是看球的 這次威拉比很厲害了 捉到卓卓認一認 卓卓第一個射的 其後港聯連續三位球員都射入 但是澳洲頭四輪都射入 最後華盜石搞定了 最終澳洲憑著烏射十二碼 贏得今屆賀碎杯的貴軍 港聯兩場球九十分鐘都沒有輸 但兩場球都輸十二碼 無話可絕了 至於決賽了 由中國國豪隊對牙賣家 這兩支隊伍在初一出場 國豪隊給人的表現 可以說是用讚賞的兩個字來形容 還有他們的中場八路仔 我們看到他們走過來幫隊友的位置 不是踢破的位置 八路周海斌的表現相當出色 好,這個球大腳掛過來這邊 沈龍員拿著,回到後 看看這個球,呂建軍怎麼樣 推下去了,沒錯,很膽識 再走到步,是不是 不是,直接扯出來 但是可惜這個球一扯出來 對手一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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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沒辦法扯得中 於是從後來扯出來 如果他扯出來一點點就有機會 但是牙賣家初一給我們的印象 都是首優於功 今天他也是 大部分時間都是縮在後面來打 而且是很密的 看到這個阮為偉也有機會起腳 看來這個球隊有機會 在這次的賽事是拿冠軍的 因為他一直都是按著牙賣家來打 他會打的 這個球有點脫衣,不過沒事 沒事… 進去… 當日比賽打到後階段 雨勢挺大的 這個黃金幾虎 閉加火,做不住 你真的沒有運 這個時候接入了,真的搞定 姜神 剛才鐘仔也說過了 牙賣家是懂得手不懂功 只要有球在手的話 他急,他也未必能發揮得到 看到姜神 自己一個就是左腳 撬回去這個大位 拿近處,他也是陰濕的 正路就拿遠處 但是他就是按一個近處位 那維迪加已經要投降 可惜中了一條處 好,看這次左路的發球怎樣 簡直是距離過去 這次也難倒維迪加 這個球射得多厲害 李薇 國務隊真的有很多攻勢 一直不斷按著來猜 見到滿刀是國務隊的 好,這次又發炮 又是射到這個近處 鬼迪加真是聰明 如果你說稍為刻刻刻刻刻 或者有甚麼犯錯的話 國務隊是經驗可以領先的 李薇的射術不錯 看到杜菇域怎樣搞了 結果是零比零打和 好,這場賽事案例要加時 加時再和 就要用十二派來定勝負 第一輪大家射成四比四 現在到了突然死亡的階段 看看萬厚梁過來主射 這球球的地點 守門員抓到了 結果韋迪加抓到萬厚梁去路 這球球射到龍門的左邊 角度是好的 但是問題是球速不夠力 所以守門員抓到了 好,到戴維斯 看牙買加主蛇入 就贏了 結果戴維斯輕描淡蛇 掃一個地球就搞定了 而全場的紀錄 正常時間是零比零 十二馬是五比四 牙買加擊敗了中國部隊 和龍德本年度賀水杯的冠軍 最後立即頒獎 隊長史超活在主禮嘉賓之一的 既然由許時人先生